大家好 欢迎收听 卧草描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是致力于降低政治讨论门槛的独立媒体 没错 那我们现在卧草描政治 每周都会带大家聊一些 用轻松的方式 了解不同的政治主题 所以这礼拜 范我们又要聊什么 就是已经聊了N百次的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 所以你是叫武汉肺炎 不然呢 不就 不然还有 你没有看过其他说法吗 就是 我知道COVID嘛 COVID 然后 冠状肺炎 冠状肺炎 新冠肺炎 新型冠状肺炎 新型冠状肺炎 冠状肺炎 还有Chinese virus Chinese virus 中国的 那个 川普最红的新的英文名字 这样子 对 那你有发现其实媒家 其实媒体 都用不大一样 有注意到吗 你是说台湾吗 对啊 对啊 可是 读者应该大概都知道肺炎 就是 就是肺炎 应该会特别注意到这件事吗 新冠跟武汉的差别 其实我们有整理了 这个几家媒体的用法 那你猜 哪些媒体 会用新冠肺炎 哪些媒体会用武汉肺炎吗 对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嗯 等一下 新冠肺炎感觉是比较中性的 比较中性吗 妈 妈 因为前阵子不是听到说什么 如果你用地名来命名肺炎的话 就是 会有一些 种族歧视 或是 地狱的歧视的嫌疑 好 就是你是不是在 在攻击中国啊 为什么要特别讲是武汉呢 是不是针对武汉 对啊 其实我觉得 这样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 这样让我想到 你知道最早最早 开始用武汉肺炎的 那是谁吗 那是中国人 对 没错 我们这样之前 因为要找这个题目 因为自己当然变得很久嘛 然后我们就找这个题目 就是会去找中国之间那种官媒 你知道 我们最早从那个 因为去年底 等于是这个疫情开始爆发嘛 那我就找到啊 其实从 去年 12月31号 19年12月31号 跨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他们自己的那个微博贴文啊 就写说什么 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 还没有特别HASHTAG起来 嗯哼 就他们自己当初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东西称为 武汉肺炎 欸人民日报这台中国的 媒体地位是 就是 中央社之类的吗 这有点难比 因为其实他们大多数 哦就是官方的媒体 对对对 有点像是 他们大多数那种 听得过的音色媒体 都是官方媒体 好吧那就参考咯 人民日报啊 環球时报 所以官方他们自己先说 是武汉肺炎 对啊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有点像是 就是中国他们自己官方啊 也讲说 欸这个病叫做武汉肺炎 然后呢 讲着讲着 他突然不知为什么的 他哪一天就突然改口说 不行 大家不能用这名字 那是歧视 但其实原本大家也都是 因为 你是那边先爆发的嘛 那我就沿用你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称呼 再叫 大家也比较熟悉啊 那你要不要念一下名单 我们不是有整理说 现在 还会用武汉肺炎 来称呼武汉肺炎的媒体 有点绕口 就 像 像那个 会叫新冠肺炎的 主要就是 中时 中天 就望中集团嘛 然后TVBS 还有联合 联合报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中间有些什么 有趣的 这个 这个 共同点呢 不知道 大家请去摸索摸索 那武汉肺炎呢 自由时报 苹果 中央社 东森 华士 主要会用武汉肺炎 对 有趣喔 对 其实某些程度好像看得出来 这是不是 有一点那种 政治立场的差别 差别 某些程度就是 你可以想像说 他们是不是比较 跟随 中国要求改名 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像这些媒体啊 我们在 搜索的时候有发现 像 旺报 旺报就是 旺中集团的那个 旺报 他们一开始叫这个疾病 也是叫武汉肺炎 但是随着就是中国开始改口说 你们不要叫武汉肺炎 之后 马上 好几件媒体 就是 变新冠肺炎 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叫新冠肺炎 我们不叫武汉肺炎 而且刚刚那个 帮我们整理的小朋友 有跟我们说 嗯 他說 中时的新闻台 有特别把 新冠肺炎 四个字 当成那个 网站上的那个搜寻的 哦 就是有关新冠肺炎的 所有资讯 有个Tag 有个标签 大家可以从那边走 但是记者写的时候 不一定会用新冠肺炎 所以其实他们 可能记者真的分下去的时候 也不会 特别细分 就是他们的 编辑是主管 会要求说 欸要用新冠肺炎 但是记者写的时候 大家 口语啊 你说真的要让大家听懂的话 还是讲武汉肺炎 因为一开始就是武汉肺炎 所以其实 对啊 好像 要特别突然换一个名字 可能还以为 蛤 为什么又有新的疾病出现了 新冠肺炎什么了 是新的吗 没办法跟原本的这个疾病做连结 但这很有趣啊 这两个名字 使用上 对读者来说 对台湾读者来说 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异 可是为什么会有 出现这种 可能稍微有不同 政治倾向的媒体 他们的用法有什么 又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 有点像我们 就是有点想告诉大家 这就是 大外宣 大外宣 大外宣是什么呢 好 大外宣要说全民 全民在哪里 叫做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 对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中国的那个 媒体舆论的舆论战 他用他们自己的这个 舆论的方式 试图影响整个世界 对他们的观点 对中国的观点 所以它是一种政治 舆论操控的一个手法 对啊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疾病一直叫武汉肺炎 或是它的英文名字 跟武汉中国有连结的话 那他就不能够把这个 这个疫情的责任 什么所谓甩锅 把这个责任丢给其他国家啦 因为名字就是 对啊 以他为名 但他为什么想要把它甩锅给别的国家 因为他可能不想要面对这个责任吧 你可以想像就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争取 中国在争取这个 国际地位吧 国际的这个领导者的地位 如果他连一个疫情 都会把它好好控制住的话 他要怎么样说服 也许世界各国要去投资他 或者说他要去在各个世界组织 就是竞选领导的角色 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啊 还有很多什么联合国啊 什么之前 还有民航组织啊 他们都想要去争取 这些世界组织的领导地位嘛 那别人就不想听他的啊 如果他们面对疫情都复制不好 所以他真的觉得改个名字 就可以改变 已经发生的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多少其实有影响 像你知道他们现在最近 真的其实也蛮夸张的 就是他们 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 叫做赵立坚 他直接在那个推特上面 这又是另外一个吐槽点 因为中国人看不到推特 但是他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有推特 他直接在推特上面就是 讲说美国啊 你看美国齁 他们之前 这个有军人参加什么 去武汉参加一个什么 军人的运动会 然后呢就是暗示说 是他美国的军人 把病毒带到武汉 采锅给美国 所以说真正这个 带来病毒的人 是美国人 不是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为世界挡了第一枪 对不对 我们拯救了世界 帮大家抵挡了疫情 所以反而他在暗示 就是不断的到处宣传这种事情 是说 中国并不用要 并不需要为武汉的 这个疫情负责 也不用为这个全球的 这个pandemic 就是世界级的这个传染病负责 对 而且好像真的有差 因为真的就是很多 有些像有些国家 不是现在就开始说 需要跟中国要一些资源吗 又有些什么疫情的资源吗 是假的 我没看到这一条 对啊 他们就非常follow 就是说 哇对 这个中国的抗议 处理的很好 处理的很好 对我们要学习 真的有人相信了 对啊 就开始慢慢就是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而且我记得 除了就是一个 发言人官方代表这样的言论之外 有一些社群媒体上也 开始散播了这种 操控性的资讯 有有看过 很多都那种很像复制贴上 你说是不是那个 他在讲就是 某某国家 然后什么 某某国家疫情已经爆发了 然后什么 现在怎么很严重啊 尸体很多啊 然后都买不到东西了 就是比如说 这可能是某某国家 可能是日本 可能是土耳其 可能是韩国 可能是什么意大利 就很多复制贴上 一样类似的文章 对 在推特啊 或是在很多地方传递 就其实很恐怖耶 但是写的是中文 所以他其实是要写给 例如说当地的中国人看 或是懂中文的人 就所谓的世界的华人看 其实就是有点想要让 至少读中文人口 他们的海外华人 相信说 祖国还是最棒 你看 一开始就会觉得说 祖国好像疫情啊 很糟啊 怎么办 没有啊 其他国家也一样糟 然后来说服说 没有啊 我们的祖国还是强大的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祖国已经好了 但其他国家 还很糟 所以中国表强大 我也有听过有人真的 因为看到这个讯息 然后就要回中国 真的 但后来 后来他们有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有调降 他们大外宣的强度 对对对 因为太多人回去 真的耶 我看到这些人 效果太好了 我还是赶快回中国好了 就中国家 等等等等 太多人回来了 太多人回来了 而且那个有可能真的会 又把他们所谓的疫情 又带来新北国 所以他们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叫做有低级红高级黑 什么低级红高级黑 高级黑 就是你要 中国它都对两种言论 也进行封锁 高级黑就是说 它用很高深默色的方式写文章 其实在偷偷的黑政府 讲政府坏话 OKOK 中国会禁止 还有种叫做低级红 就太捧了 捧了 捧政府政府好棒啊 好赞啊 但是因为那个手法在太低级了 所以就是政府要把劲 你这样讲我太穷了 所以有些大外宣的技巧操作不好 就会变低级红 不然你今天中午 是不是在看了什么影片笑 你说 哦你说那个 那个什么歌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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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医院什么好棒好神奇 方昌医院一个小朋友 在唱歌说 哇好像那边疫情控制得很好 进去就会出现奇迹 方昌医院变真神奇 对对对 已经有蛮多人二创 歌词就是在唱说 对 什么 我们还是不要想起那首歌 我们会想起这些不愉快的画面 但那个就有点像低级红 因为太北漆了 所以 会反而被人家觉得说 很糗 所以官方其实有些人会禁止这种 低级红 太烂 太明显吗 太明显 太烂的那种棚政府 不行不行 你这样会害我很糗 所以高级黑不行 低级红也不行 所以他们会在宣传手法 都会做这样的矫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 很全面性的一个公关的策略 对啊 其实这个有点像他们的 我想国策了吧 中国策 对 他们其实真的花很多人的钱 他们在2009年开始 他们就投入了 至少那个时候就开始投入450亿 他们去世界各国就成立一些 而且是人民币 对对对 然后就成立各种办事处 然后去开 在当地开他们的官媒 一样官媒的分支 比如去美国开那种官媒的分支 然后这样子就是当地 比如去美国开那种央视的分支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 哦 如果他转台经过看到这种节目 原来会有很多中国的讯息 哦原来中国是这样 原来中国好棒哦 哦 然后就会 可能他也不能去了解说 这其实是他们的宣传工具 就是其实是一个广告啦 政府的广告台一直在24小时播 所以其实潜移默化很久 蛮多人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有说大外宣 然后你就这让我想到 川普好像最近发了一个贴文 是有点在反大外宣的一个用语 他说武汉肺炎是Chinese virus Chinese virus 中国的病毒 中国的肺炎 这样子 而且特别用那个字 然后他这个文po出来之后 我们很多的那个名人啊 什么林书豪啊 然后很多啦就是他们就说 你讲这个是Chinese virus 是一种种族歧视 露音你喝什么水 不好意思 喝一下水 可恶 不能喝水吗 这都不能开掉 我觉得其实要讲这个事情 有没有歧视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歧视 疫情而造成 对于广义的黄种人的那种歧视 是真的存在的 而且就是 川普的 疫情 疫情 本身就造成了这样的歧视的强化 川普用这个词 又更强化 但是呢 他会这样讲的目的 因为他其实喔 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还常跟那种 那个习近平啊 又像成兄道弟啊 就是说 啊对啦 哎呀其实我们都是好麻吉啊 很好啊 我们相信他啊 这样子之类的 但是呢 大外宣 因为刚刚有讲到嘛 他们已经在 这个所谓甩锅 把责任说 是不是美军把病毒带来了啊 丢给美国 川普的个性就是这种 就是也是那种流氓流氓的 那你这样讲我 好我就比你更狠 你要狠 我来 我直接讲Chinese virus 把这个标签贴上去 让你甩都甩不掉 对 所以就是 他真的会某些程度 但有歧视的成分在 但也是一种 用他自己的宣传方式 来对看代外宣的方式 那你觉得 最近有一个 BBC的影片 我有传给你看 有了有 就是BBC的记者去采访 英国的华裔小朋友 说武汉肺炎发生了 你在你学校有什么影响 然后就有很多 亚洲联口小朋友说 因为武汉肺炎 所以他们在学校是被 同学说 你一定很 你常去中国 所以你可能是 有病的 你看我都 咳嗽 不是哽咽 只是咳嗽 咳嗽没有比较好 好 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是一个大外宣的策略吗 还是 这个只是一个 想要去探讨 疫情下 作为 种族歧视的 一个观察跟发现 我觉得现在很麻烦 就是这真的很难切 像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 就是 这些歧视真的有在发生 譬如真的有 譬如说 我们讲华人好了 所谓华人在海外 会被攻击 被骚扰 但是呢 中国反过来 把这样的一个 歧视的行为 拿来作为他们逃避 要为疫情负责的借口 就是 就是 当有人去 明示 暗示 或指数 就是说 中国啊 中国政府 应该要为这次的疫情 造成全球爆发 而负责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这样是在歧视 你这样是在 对这个中国人 不尊敬 我们已经 替世界 挡下了这个 病毒两三个月 怎么你们自己不争气 然后才会被传染 所以 我自己想像的画面 有点像是 你看到那种警匪片 中国就是那个歹徒 他前面挟持了一个人质 就是 全球的 所谓的华人 然后呢 当我们 当我们别许是媒体 或是各国政府 要去指责中国 要去拿枪去射击 这个中国 这个歹徒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华人 黄种人 放在他前面 挡着子弹 就说你如果攻击我 你就是在歧视这些亚洲人 对 所以你要 你要指说 中国你这样的防疫也太差了 害这个病毒 全世界跑出来了 他就会说 你怎么攻击我们亚洲人 你怎么攻击我们华人呢 你这个是歧视 那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指责中 你说会不会加深 比如说 那个亚洲人 或是黄种人被歧视 多少有 但是你也不能因此 不去指责中国政府的错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 很麻烦就是这样子 就是 你要卡在这个地方 那我在看到那支影片的时候 我就 我就特别去观察他的标题 他的标题下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 令华人受到歧视了吗 听听这群在英国华裔小孩的心声 你看你注意到 他不是用武汉肺炎 他是用新冠肺炎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大外宣 他在这次疫情的策略下 他避免使用地名 或是让人家联想到中国的说法 所以他用的是新冠肺炎嘛 然后他这个主题就是绕在 就是种族歧视下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小朋友 很可憐 就说我在学校 因为长得像亚洲人 然后被欺负 然后你作为一个 平常比较关心种族议题的人 就是我啦 我会忍不住想要分享 就说我们不应该因为 这个是从一个华人地区 传出来的疫情 所以我们就要去攻击 强调是什么 我会基于这个立场 想要分享这个资讯 可是我忍不住又思考 这会不会只是说 中国的某一个策略 是想要大家 就是 深冬即西 就是去专注在这个歧视下 忘记了说 他背后其实 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对 要为这整件事情负责 变成是我在分享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傻住 然后我就去看了留言 然后 干嘛 留言机感觉很精彩 留言满精彩的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BBC中文网 发一下那支影片 然后下面就有留言 就是 应该算是骂BBC吧 但是我也 我也会猜说 BBC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 但我们不知道 他有没有要替中国洗白 也许没有 也许没有 然后就有人在骂说 你怎么BBC怎么沦为 替中国洗白身份的一个媒体 就之类这样子的 这样的留言下来 所以让我觉得很有趣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困境啊 就是 你要同时分清楚 疫情的责任 跟要 然后排除歧视中国 这件事情 歧视中国人 要很难切干净 其实我们之前就整理了一篇 那是 一个大学教授 而且那个大学教授是 亚裔喔 就是所谓 你就想说花人面孔好了 他有投出一个写一篇文章 就是 他说不能 不能让中国 用反歧视当借口 逃避武汉肺炎的责任 他里面就有一段指出 就是说 因为武汉肺炎爆发 而去指责中国人 那这样会是歧视 但是去责难 中国政府的责任 不是歧视 所以就是要划分 我们自己要小心就是 我们在攻击的对象 其实是 中国政府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而且其实广大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群众 他们也是受害者 那只是他们被 他们的政府 拿来当档线盘 所以我们真的在 撰写这些字眼的时候 都要很小心拿捏 对 要不能够 让这个落入这个陷阱 嗯 困难 然后最后想要分享一个 我自己 我自己有在 我是Marvel粉丝啦 Marvel 等一下 神力女超人是DC 啊对 哈哈哈哈 糗了糗了 糗了 糗了 这可以剪掉吗 对可以剪掉 可以剪掉 像Marvel 像Marvel和DC就不会赞助我们节目了 可恶 可恶 你这个破坏了一笔身体 反正我是英雄 就是英雄类型的电影的粉丝啦 ok 然后因为前阵子 前几年神力女超人很红嘛 在看 虽然你没看 反正那个女 那个女演员就是 她是叙利亚人 以色列 以色列 完蛋了我 哈哈哈哈 不是啦 她位置差不多 以色列人 反正她 其实她是哪个人也不重要啦 嗯 她就po了一个贴文 然后那个贴文就是 她是从方昌医院走出来的吗 反正就是一群 中国的护理师跟医疗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就是面目和善 然后反正她的po文内容主要是 就是在鼓励这些人啊 说他们做得很好啊 然后觉得就是 大家应该要更正面的看待疫情 这样子 就有点像是说 这些医护人 中国的医护人员好辛苦 好棒棒 大家加油喔 然后她其实也没有直指说 虽然影片的画面是中国的面孔 没有错 但是她没有直接称赞说 中国做得很好 或是中国怎样怎样 所以你也很难说 这篇po文是为了要宣传中国正面性 讲而po文 但是她确实有隐藏一些资讯 至少从留言的反应来讲 你会感觉出来说 她有隐藏一些资讯 是在赞美中国疫情好转 然后要跟中国一起 共同面对疫情 然后不要谴责中国 但是这是一个 一个资讯出来的时候 每个读者解读都不同 对 那她的粉丝下面就炒得很精彩 炒一团 而且这个po文没删 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 追一波 神经中人 就是那个谁 那叫什么高 高 高 Gal Gal 底线 Gadot 去Instagram搜寻 这就有了 然后她下面就是 中国粉丝 台湾粉丝 然后外国粉丝 就啪 炒成一团 炸裂 对对对对 就有一些粉丝是 中国粉丝就很感人感动 说哇 一个大明星 然后下面有很多 好莱坞的演员 也是觉得这个po文很棒 就说哇 谢谢你们支持我们 就是中国人 真的做了很多努力 在控制疫情 等等等 然后后面有人留言就说 我以为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你难道看不出来 这个是中国的大外宣吗 就是有人会这样讲 这有让我想到 我觉得蛮有趣 刚刚讲那个BBC 那个中文网的影片 我发现留言 骂BBC的 的那个人 反而都是 那个所谓的华人姓氏 华人姓氏 就是华人的名字 对 会骂说 BBC在帮中国洗白 他们明明在讲 中国人被所谓的 华人被歧视的议题 反而却是华人 去留言说 你不要帮中国洗白 可是他有可能是台湾人 有可能台湾人 有可能中国人 有可能香港人 因为那是BBC繁体中文网 有可能香港人 就让我想到 你刚刚说IG 去说他好棒棒的 是不是都是老外 对 有很多老外 只用英文写 但是因为IG帐号 你也看不出他的 种族身份 然后他们都是英文串 但是看得出来 蛮多外国人留言 就是去 算是批评他这个 po文的做法 可是我觉得好 作为粉丝 或是说无论是BBC 无论是神力 女超人本人 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先假设他可能真的是无心的 对 他单纯只是想要去 他认为要去散播一些正能量 就是说有好的作为 或是说他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然后去提醒他的群众 然后跟他读者讲一些事情 对 他的动机可能是这样 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说 他做了这个行为 然后他潜藏了 就是有点 有点像是就是 中国政府 他就是做了很多很多大外线圈的策略 然后他就把他夹在 对 里面 然后有人就会不小心 帮他运毒运出去 然后不知道 夹带就夹带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 现在麻烦就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 在分享这些新闻文章的时候 真的都回去了 可以想想啦 是不是掉到什么陷阱了呢 可以想一想 对 像我 我有点不确定我后来 有没有分享BBC这个贴文 可是我确实在当下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想要表达 例如说 疫情发生也不应该 歧视就是无关的人 然后我不一定要是用 分享这个影片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看法 或许就是我可以自己写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在网路上 当然我们会透过很宣传很多的影片 或是分享卧槽文章等等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我觉得你自己吸收 然后去讲一个属于你自己认知的观点 其实真的是远比就是你散播一些 你根本就不确定来源的资讯 其实就是把它消化自己吸收的时候 再吐出来的事 这次重新的讲一次你自己心中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也是蛮重要的 不过现在就是因为资讯爆炸 大家想像就是 没把这个资讯吃干净 就直接又分享出去 我觉得现在分享这件事情 已经变得很像是一种自动的行为 你知道吗 就你看到标题 然后不赖 然后你就转回去 未看先转 未看先转 真的 的一个奇妙的习惯 很多这样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 我就想到 我们上次有一篇文章 他也在讲说 那个 中国大外宣的各种策略 我们那时候有用到 有一段话 我觉得其实蛮 蛮值得大家去思考 就是说 要当结语吗 当结语还不错 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 有时候觉得一些大外宣的手法 很蠢啊 怎么可能会被骗 或什么的 那那篇文章又讲到说 不管世界各国是否有买单 用中国抗议啊成功胜利的说实 但重点是 只要中国内部14亿人 能够相信这个说法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就已经足够 就是说他这个大外宣的目的 除了虽然有时候想对外 要营造他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外 他很大的部分 还是为了要哄骗自己国内的人民 维稳 要维持国内的稳定 不要让大家发现 让他自己的人民发现说 原来我们的政府抗议能力那么差 对不对 就这种感觉 没想到今天还是在讲武汉肺炎 讲了几个礼拜 好像下礼拜还会再讲武汉肺炎吗 我不知道 希望疫情能够有点改善 对啊 因为这个礼拜好像台湾也是爆了 已经200 加加加一直加 有点严重 而且一直讲武汉肺炎 如果上YouTube是会被黄标 我讲这句话是不是会被黄标 应该不会侦测到英党吧 然后我们口音又这么重 台湾口音 而且早就给黄标了 没有差这句话 好吧 没关系 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今天聊的相关内容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连结资讯栏 里面 没错 大家可以点开看 有兴趣了解更深入的话 可以到卧槽的官方网站 然后加入我们的脸书 IG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会在一些Podcast平台上 对各种 我现在还在研究 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们各种的 什么Spotify Podcast 各种 可以告诉我们你们都在哪里用听的 对对 然后你们想听什么内容 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feedback 对 我觉得我们已经自嗨了六周了 哈哈哈 不过啦 我觉得蛮有趣啦 这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我觉得 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回馈 好 让我们知道 诶怎么做会更好呢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定期定而支持我们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谢谢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咯 OK 拜拜